各位亲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红爷 几日不见盛事想念 今天是2024年9月9日礼拜一 又是美好一天 直接看重点讯息部分 美国8月飞龙新增就业人数低于市场预期 新增就业人数约14.2万人 低于预期的16万人 加盛事场对美国经济担忧 科斯托兰里曾强调 市场是由心理和情绪驱动的 而连续的经济数据疲弱 可能引发更多恐慌 但也提醒投资者 这样的市场情绪往往会被过度放大 他提到股市会摇摆 但永不坠落 因为市场的短期反应往往过于极端 而真正的长期价值 才是决定胜负的最终关键 至于红爷观点是 虽然数据连续下滑令人担忧 但这也可能是未来的机会 美股持续修正市场归咎于就业市场疲弱 但显示在美国10年级 公债殖利率却几乎闻风不动 倒不如说技术图走势上 尤其科技股早已渐肉疲态 一个月前影片曾提到 小心风向转变 科技股涨多通常是最大利空 而我们正等待的是 科技股持续跌升也可能是未来最大的利多 凡事货有机可循 还没订阅的请记得点选右下角订阅 已经订阅的请记得开启小铃铛以便收到 系统第一时间通知芯片上架 接着关注这美国AAIN散户投资情绪指标 试图透过这样的市场情绪指标观察 是否出现五级必凡 目前看空人数由前值26.98% 降到24.91% 而看多人数由原本的51.16% 降到45.33% 这样的看多比例还是稍微偏高 根据过往经验 每逢市场极度悲观 容易出现较大反弹 所以之后大家如果看到 整体看空人数高过40%以上 或代表短线酝酿反弹契机 而目前看空人数依然只有24.91% 代表市场未普遍悲观 正所谓的多头不识空头不值 OK接着直接观看美国三大指数部分 道琼工业指数自从2022年10月低点以来 涨了约45% 之前也提到 昨日英金日国金日英明日国 道琼礼拜五再次大跌414点跌幅约1% 重点在哪呢 根据技术分析原理 实体黑K通常代表未见短线 低点得见更低点交代实体黑K 虽然礼拜五道琼再度面临获利回图 但基本上各位可以发觉 道琼依然处这个红色上升取市通道内 虽然这个红色取市通道的 正斜率没有非常陡峭就是了 不过慢慢涨也不是坏事 通常像科技股那般波动较大 涨的时候涨的比较多 修正通常也修正的比较多 短线依然由空方掌握发球权 但越靠近下方中期均线 容易发挥防守力道 当然目前看起来依然处趋势通道内 但也得留意如果下缘没有守住 也就是灌破8月相对低点 如果发生这样情况或代表趋势改变 到时候就得更加谨慎与小心 至于科技股那斯达克部分 大跌436.83点跌幅2.55% 相同情况几乎说实体黑K代表短线未见低点 通常得见更低点交代实体黑K 再者因为礼拜五大跌因素也使得多方再度失守 关键红12周均线 这对多方来说未来恐怕也是一场苦战 而更下方得关注年线防守情况 一再提醒第三季本来就是相对表现不佳季节 如果后续依然维持横盘震荡整理以盘待跌 或许是较佳走势 接着是灵动台股更生费成半导体指数部分 各位可以回顾先前影片提到 礼拜二实体黑K是多方的大麻烦 而礼拜三礼拜四多方试图反弹 但也仅能留上一线 礼拜五再次大跌 214点跌幅4.52% 而这几天的走势几乎形成下降三法 是空方表征 短线依然由空方掌握发球权 更关键是再度逼近下方紫色连线 先前提过下方连线没有守住 恐形成更大头部形态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未来恐整理更久时间 在此情况下 除非对自己持有股票未来展望三具信心 否则请记得进出有据 怎么样子的进出有据呢 就红也所知 有些投资高手基本上在盘式跌破重要均线 例如季线时通常偏保守与观望居多 这类操作手法通常等站回季线较积极做多 当然每个人投资策略不尽相同 例如红也因个人持股成本非常低 现阶段对红也来说也是正常波动 而红也采取策略则是越跌的话 越关注口袋名单 事机布局 接着观察大家比较关心台股部分受到美股走跌影响 其实上礼拜五盘后资料 其实上礼拜五台子夜盘跌了700多点 经过假日沉淀目前仅跌了300多点 而台股大概跌了400多点 整体下跌加速明显碾压上涨加速 不过我们看到涨添加有5加跌停加0加 依然代表为全面恐慌 而在亮人部分预估量也没有爆量出现 前前红也不负责任提到 今年7月相对高点可能偏贵一点 但持续拉回修正靠近下方年线 也容易发挥防守力道 尤其各位可以仔细盘算口袋名单是否靠近年线时 容易出现甜甜价呢 当然旧线润现的是已跌破中期均线陷入空方式 这两天每股或再度出现跌升反弹 但整体的短中期趋势已由空方掌握发球权 如果空方持续禁闭的话 得关注下方指射年线是否有效守住 当然解铃还需细铃人 此波沙盘重心外资持续扯后腿 依然得见外资油脉转埋 或较有力盘式回升 当然外资的动作在先行指标与汇率会露出马脚 这部分是我们密切关注重点 另外红野多次提醒务必太弱换强 尤其是显现在筹码优势的个股 例如近来分享8月初几乎全市场跌停那天 其实在这沙盘过程红野陆续观察到某特定券商 持续秘密底逢低加码最大持股潜龙股 因此红野也趁着当天大跌再度进场加码潜龙股 昨天潜龙股也发布8月业绩展望不错 年增高达36% 在此情况下 今天股价相对有称 早盘甚至一度翻红 目前仅在平盘震荡整理 而通常强势股在大盘跌的时候 陪大盘稍微延一下 等到未来大盘稍微直温 也容易一马当先往上冲 而这部分也提过重点不是红野的潜龙股 是想提醒各位观众朋友们留意自己手中持股筹码情况 当然类似具成长性公司遇恐慌沙盘 通常不失持续进场加码好公司股票的好时机 而为了解台股结构得深入了解占台股权重最大电子指数 8月初拉回还没有靠近年线出现反弹 这次会不会还没靠近年线又有动作呢 这部分我们都不是未来人 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但红野一再提醒股价会说话 如果明显年线有守当然更有利 如果年线没有守住 大家自个儿提高警觉 尤其务必小心弱势股 而今天主要台积电鸿海联发科广达 继续走跌修正影响 目前电子指数下跌约1%多 至于原本可作为多方主力控盘 金融工具今天一样跌了1.5%多 金融或再度面临关键二周均线 保卫占但长远角度依然属多方式未变 接着散户叫喜爱中小型归买指数部分 也非常可惜上礼拜长黑虽然留下眼线 但短多格局遭空方破坏 而且今天再破下方关键二周均线 恐再度重返空方式 后续或维持二周均线与年线震荡整理 后续密切关注量价关系 如果出现价跌但量能急速萎缩的话 可能代表投资人吸收 或具短线反弹契机 但终极角度来看的话 一再提到7、8、9月份 通常是股市表现相对不加月份 在股市表现相对不加月份 少挨点打就算表现不错了 持续提到休息也不是坏事 因为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哦 接着观察 今天资金流动情况成交比重最大电子不到6成 第二电机机械约6% 第三金融保险也大概6% 今天台股全面走跌 其中以建材营造先前涨多跌了将近3% 而且建材营造再度破关键二周均线哦 这部分也是值得投资人密切关注与小心 接着观察热门股部分 我们先看金融先前提到跌破二周均线 务必小心 但也在修正过程 初见外资油卖转埋 近来中现金公布前8月获利 EPS打2.67元 其实就这数据红也觉得还不错 所以大家也能从外资买卖看出 他们也非常注重股票机器与位阶 股价冲上去 他们见机不可思赶紧出脱 跌下来的又赶紧油卖转埋 所以大家也不要过度乐观的追埋 过度悲观而追杀 否则可能被外资反着做 变成所谓的追高杀低了 至于面板群创部分 依然维持之前分享黄色大区间震荡整理 不过请特别小心哦 随近期持续修正又来到区间的下缘 如果下缘没有守住 将进入更下一个区间 务必特别小心 且外资法人偏减码居多 至于光红部分 下方季线可视为上升趋势线 近期甚至突破前波高点 此类型的关注趋势线是否改变 因为趋势不容易形成 形成也不容易改变 但因短期盘是震荡变化大 所以短线涨多不要随意追价哦 这边不单一说明任何标的 而贩子上市柜所有公司走势 股市的原理通常是不要随意乱追高 接着是组装老大哥红海部分 再度受到礼拜五美国科技股走跌影响 今天也出现较大修正 而且上方宽建二周军线迟迟未有效占回 其中背后较大原因外资依然扯后腿 这部分先前也提过 从今年年初当时还不到百元 到今年7月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如此巨大涨幅 总是得休息休息 红爷在分享长线角度 个人依然不看坏 红海未来展望 在这观察这影响台股涨跌 重要关键台币汇率部分 近期台币忽涨忽跌 似乎外资也抓不准短线趋势方向 而今天再度出现贬值 资金依然会出台湾 中期货依然维持区间震荡整理 不过如果站在中长期角度来看 台币依然偏贬值格局哦 影片制作不易 还请各位老爷夫人播放点赞 让影片有机会给更多人看到 感谢再感谢 接着观察整体大盘筹码情况 外资礼拜五罕见加码 是继8月结算后首度加码 当然这部分也提到 最好看到外资转连续买超较有力 至于投信依然在散户 我大哥资金被原下积极加码台股 另外融资部分依然维持3000多亿元以上 也是非常可惜 此波反弹融资没有大幅减少 还反向增加 之前也提到这些融资真的是好了伤疤忘了痛 最好能够减速降到2500亿元以下相对有力 而红也有没有一再提醒 小心融资余额过高个股 已遇到风吹草动容易多杀多 向礼拜五美股再度大跌 使用融资进场的可能开始恐慌 可能不少使用融资的一开盘打算卖出 而我们回顾过今夜 每逢融资大幅减少 日后可能出现较大反弹 接着我们看一下上礼拜外资买了什么 以及卖了什么 主要买进行光金 然后以下大致上是公司债 或其他债券ETF 这代表外资提前布局担忧经济衰退 至于减码部分 出托的中信金卖了月18万张 其他大致上是这些高息ETF 这些高息ETF主要投资电脑及周边设备 而电脑及周边设备 又受到总大将挥打修正影响而走落 当然外资解码电脑及周边设备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一再提醒不要随意乱接 外资连续丢出来的刀 接着关注选择权最大位平常量 发掘上方可能压力 及下方可能支撑 红野先前分享 庄家在上方布下天罗帝王 看起来这些大致收割 此外随着盘势持续修正 也贯穿了下方多方的防守线 目前更下方也没有看到 多方的更积极布局 目前首要观察重点在这个位阶 多方是否再度布下大量的防御公式 这边非常重要连结等等分享的先行指标 如果后续多方主力在此布下更多的防御公式 以及等等分享先行指标 如果外资先行指标持续翻正的话 或更有利盘式发展 因此接着关注这比美股影响台股更重要的先行指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先前提到如果外资持有大量空单 这样的话即便国际股市出现反弹台股 一样容易出现开高走低 反过来说如果国际股市出现大修正 但这些外资法人明显转正多单 且大量不正多单的话 也容易出现开低震荡走高哦 当然这边仅为经验分享非买卖建议 投资有风险且投资人盈亏自负 我们看一下目前外资齐全流仓情况 外资小增期货空单来到2.7万口 但也提到这边大致为小外资 甚至不排除假外资 因此我们得更细部看到前五与前四大交易人 非常难得的主要交易人终于持近多单 不过因为美股出现大跌 所以今天盘后资料相当关键 另外选择圈PocoRush部分也终于超过100来到105.9 韭菜指数依然未见持有近空单 这些韭菜指数的近多单 没有谁的盘式持续反弹 而出现回补甚至反手近空单 或是本破无法突破上方季线反压原因之一 那这边在复习先前分享过 通常得见融资余额大幅减少 以及台股流长下影线 还有第三点外资转连续买超 以及第四点外资先行指标 由近空单转进多单 投资人密切关注汇率 搭配先行指标综合分析 更能知道外资买卖真实情况 红也很常分享重点关注筹码流向 今天特别举台积电大股东持有情况 上方橘色代表大股东持有率超过400张走势图 而下方蓝色这一条代表整体大股东 持有率超过千张走势图 这边可以注意到自从台积电 占上千元大关之后 外资法人偏积及减码台积电股票 而图中蓝色柱状图 则代表整体总股东人数 通常总股东人数越多的话 代表筹码越不安 也代表筹码越凌乱 还有请特别注意的是筹码的流向 比存量更重要哦 当大户持股低出现连续加码时 这样情况是优于大户持股高 但出现连续减码的情况哦 接着观察也是重要的美元指数部分 礼拜五虽然美股出现大跌 但美元指数也没有进一步灌破前低 若能守住下方紫色防守线 也是前波低点 则美股或有机会迎来短线跌升反弹 接着分享股市赢家心得 穆金家报道巴菲特和蒙格的投资哲学向来简单明了 专注于少数真正了解的好公司 而不是分散投资于数十个不同的股票 巴菲特强调他自己在投资组合中 拥有少数几个卓越的公司 这些公司已经让他非常满意 他甚至提到只要拥有三家公司表现稳健 他就足够安心的 一故的蒙格的观点是 如果一生中找到三个优秀的公司 财富自然会积累 这种专注于了解的策略 远比于分散投资更有效 虽然多元化投资能降低风险 但往往也会限制潜在的巨大回报 他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 投资应该基于对企业深入了解 这样的专注也带给巴菲特非凡的长期回报 当然这与投资人本身能力有关 因此本周假日将分享学员精华影片 能力圈悬股 让大家更认识自己 提升自己投资能力 进一步在股海奔腾游刃有余 不过得提醒的是 没有名牌与买卖建立 但自己都不帮自己的话 还有谁能帮助我们呢 而为了解美股结构得深入了解 美国主要全值股一样先看微软 即使本波反弹过程 微软迟迟迟未有效突破上方 关键二周均线即提出特别小心 更甚至下方绿色颈线若无法有效守住 上方恐形成更大的头部形态哦 苹果则是本波表现相对亮眼 股价再度拉回多头面临关键机械保卫战 Channelforce调查报告指出 一年来记忆体价格增长 为了让iPhone16顺应应用 Apple Intelligence功能 全机将配备8GB记忆体 故使成本提升 然而考量整体市场景气冷淡 苹果公司可能维持前代售价 鸿也回想到以前 如果拿万元以上手机就很贵了 现在旗舰机动辄四五万元 差不多一个月的薪水 再涨价当然对销售量更不利 不过不得说苹果真的厉害 卖最好的还是那些高阶机种 但可能巴菲特也看到瓶颈 卖出了一半苹果的股票了 当然走势部分 依然守在20多均线之上为多方式 依然属美股相对强势股 而先前一再提醒这些 与游染烂凶烂地 Google上方此时未有效突破终极均线 如红野分享股市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也初步跌破下方黄色景线 短线依然由空方掌握发球权 至于META部分 依然守在20多均线之上多方式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跌了8.45% 是昨天美股主要全只股中跌幅较大的 先前也提醒此类型波动较大 留意短线涨多追价风险 再度拉回观察下方橘色上升趋势线 是否有效守住 如果上升趋势线被攻破的话 得特别留意与小心哦 接着是AI总大将挥打部分 礼拜五持续跌了4%多 也再度跌破非常关键的 红色20周均线 恐再度陷入空方式 关于挥打部分 近来影片持续提到 涨多通常是较大利空 目前本益比也持续下修到48.21倍 对于AI的看法 红野依然维持长线看好 但短线涨多不要随意乱追价 接着分享市场看法部分 9月3号红野影片已提到 9月历来 以期在股市中的不吉著称 看来这次也不例外 林准慧即将宣布的降息举措 虽是市场期待已久 但投资者能限于不确定中 担心降息来得太晚 获利度不足 目前看起来降息25个基点的 几率是71% 不过红野觉得 联准慧可能进退为股 为了救经济一下降太多 市场可能又解读 哦你看联准慧降那么多 经济真的出现问题了 哈哈哈哈 一方面就业报告显示 非农新增就业人数少于预期 但失业率轻微下降 加上工资增长 市场情绪在50个基点 或25个基点的降息之间摇摆不定 先前也提过 根据统计标普百至1928年以来 9月平均跌幅达1.2% 但投资者应该记住的是 这样的波动性并非不正常 反而这段时间可能是为了调整 过高估值的机会 像是NVIDIA这样的科技股 在AI热潮大幅飙升后 最近是只蒸发了4060亿美元 表明市场持续修正估值 可能过高的股价 红野的观点是 之前通膨高昂 经济数据出现一点小乌云 市场解读有力连准会降息 常以大涨表态 但也提醒留意 未来坏消息就是坏消息的时候 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虽然短期内 经济前景令人担忧 但一些分析师 能对软着陆持乐观态度 随AI技术带来生产力提升 市场有望 从这些科技突破中获益 尽管存在不确定性 长期的经济基础仍然强劲 市场的回归基本面 只是时间的问题 近来公布经济数据频频重挫 股市也使得近来的股市表现相对不佳 不过依然得注意 重点并不在新闻本身 而是市场对新闻的反应 更能判断出市场这块海绵 含水量有多少 因为太多水的话 还是得把水排出后 才能继续吸水 股市投资就像一场漫长的耐力赛 真正的赢家 往往是那些能坚持到最后的人 投资的过程中 短线散户容易因为短期亏损而心灰异能 长线投资者则面临获利回突的挑战 鸿也总结过去20年投资经验中深知 涨多反而是最大的利空 因为过度乐观 往往预示着调整的来临 难得市场经历持续修正后 跌升却是更好的机会 此时我们密切关注市场整体变化 而非随着市场恐慌情绪乱砍手中的好股票 部分观众或血眼朋友们 可能在市场大跌时失去信心 异对红野的长牛短熊失去信心 但特别留意哦 这样的行为往往无法带来长期的胜利 在股市这条马拉松赛道上 无论是外资大户还是散户 即使我们一般人的智商相差无几 真正导致区分为赢家与输家 乍鱼策略与耐心 追高杀低的行为只会导致投资失利 无法进一步战胜机构投资者或大户 另外信心也是非常重要 不要每次大跌失去信心 大涨才恢复信心 这样的话只会追高杀低啊 而对于那些希望在市场脱颖而出的人来说 关键乍鱼保持资金的弹性 随时准备好抓住机会 行情越修正的话 大家应该越详细观看 红野先前的相关警华影片 因为通常会更有心得 巴菲特曾强调 投资需要等待黄金雨的时刻降临 好公司总会吸引后知后觉的投资人来抬轿 因此持续关注市场变化 准备好资金 是我们每位成功者应有的心态 只要坚持好公司的股票 最终会迎来丰厚的回报 红野先前曾分享量子股市 是的 你跟我正在观察市场 但同时我们也正被这市场观察着 通常股市落底几个迹象 散户普遍看空 利空不跌 周货月均量急缩 外资法人先行指标空翻多 这部分有兴趣或可持续关注精华学院影片 关键K线与其他筹码精华影片 但提醒没有名牌与买卖建议 一次又一次底股市从谷底到扩张 再到峰顶 或再从峰顶再次修正 但红野认为春去春又回 小麦下跌时手中没有小麦的人 小麦上涨时也不会有小麦 今天影片分享到这边 希望大家操作顺利获利满满 红野勉励各位 财富永远属于积极乐观与耐心的红粉知己 祝操作顺利